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醉影,今天再给大家带来一场全黄零尔,欢迎再起加强版的实况,这场比赛来自于平台顶级高手,茂仔和愤怒,双方限定一个离草,其他两个是随机选出 我们来看双方的阵容都是相当强大啊 茂仔龙二七甲蛇,对面八神虾米 看来今天又是一场恶战呢 开场的话,八神应战七甲蛇 这个大蛇七甲蛇可不是好惹的,因为他头肌还是比较强的 跳对百合哲,反身位七甲蛇也没有连住啊 刚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确诊机会,应该是有点紧张刚开始,还没有稳住摇杆 哎,将抓抓不住,八神两点重,但是还是还在被抓百合哲,葵花三尸,好漂亮,小跳 哎,接受影子闪身,捅一下 反身位之后八神并没有百合哲勾他,而选择了葵花三尸 好,闪过来猜招 七甲蛇抓上一手手跳地 好,特殊技开BC 这个版本其实难度比较高的啊,BC需要先前跑动才可以接上 接着看下一局的 但是连招比较花丽 下一局咱们来看茂仔的李草 李草的伤害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强 七叔该上天跟一发大蛇蹄,直接带走了 接着看下一局,特别是他隐藏大招零食 伤害真的爆表 好,下一局咱们来看愤怒他的虾米 双方都是从非洲来的嘛 这个颜色都是超黑的啊 好,中前金腿 对手出波 现在草丁其实是,啊,想反身位偷一个BC 没想到裸开了啊 接着夏儿米又是推波前置 逃过了刚才一截,夏儿米显得更浪了 好,对空中散颠腿 草丁看着根本无法近身啊 额额额,李草还是打一个反身位 接大蛇蹄了 只要来一发大蛇蹄 对手基本就要玩完了 现在夏儿米反身位也跟一发 暗黑雷光拳 但是并不能给草丁造成致命的伤害啊 夏儿米那点血量被踢一脚就直接没了 先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愤怒的李草 好,他的李草开场也是前蟹重腿 前蟹重腿两段,距离太远啊 再跟大蛇蹄不好跟 再跟齐斯盖 后面来看 哎,又中齐斯盖 但是这次还是没有连住啊 好多机会都白白浪费掉了 但是愤怒这一局 好机会很多哦 看下一局 下一局咱们来看茂仔他的龙儿 看龙儿这一局怎么出招 哦,龙儿开场借抓 发动超强压制 愤怒现在顺势把这个战局给扭转了过来啊 因为谁在角落肯定谁就是吃亏的 接着来看龙儿被点bc 大蛇蹄烧一下子 后面继续耐落 中断伤害气势赶 浪起来了 愤怒彻底浪起来了 好,气势赶接一个起跳 直接上超杀大蛇蹄带走 好的,我们紧接着进入到下一局啊 这一局也是赢得相当漂亮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下一局 来看这一次双方随机选出了谁啊 克里斯,K49 帽仔这个K49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他的连招非常华丽 咱们来看愤怒他 克拉克,还有琢磨 也还可以啊 克拉克的投机是超强的 应对K49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他把草亭放到第一位 因此K49 K49开场,开BC,开无攻守 一波草争怼过去 K49再次向前冲呀 好,中断,蹲防 好,下防破掉了 蹲防没有破掉,直接破下防 输得很快 你根本是来不及防御啊 再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咱们来看愤怒他的克拉克 好,克拉克稳住 对手实际连伤 下凡偷棋 中大战没有撞 克拉克,开BC,开超杀 那,投机角色确实强啊 在拳皇里面只要用好的投机角色 真的可以的 哎哎,一不小心 K49没有接上啊 没有练起来 克拉克还有机会 拿下K49指日可待 看,一脚踢死 继续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茂仔下一个角色 先锋角色居然废了 接着来看茂仔的草屉 离草 开场登CD 卡拉克又想抓了 哎,一不小心被打了个反身位 草屁竟然就顺势来一发大舌踢 让他掉了80%的血 前重腿再截七处 该上贴大舌踢烧啊 帅气的两套直接放倒 看来这一局茂仔志在必得 接着来看愤怒他的卓摩 好,卓摩嘴跳起 但是还是中了一个下盘 飞翔角一样,升了空 哎,卓摩并没有缺乏一套大的伤害啊 但是还是连到龙虎乱舞 不亏,这波不亏 两点BC又开一龙虎乱舞 这波也是相当漂亮 对一下,卓摩那就再向前冲刺他 这个下盘攻击上瘾了 草地鹰,几次波都没有防住 现在来到帽仔他下一个克里斯这里啊 克里斯这就怎么样 好,克里斯开上来CD 跳CD 好,跳你像 能不能稳住 你看划铲,跳 好,这是直接想偷下段伤害啊 哎呀,偷完下段偷你像 速度很快哦 琢磨现在又开启了一波反牙指 压起身,开BC 下盘两点飞翔角 两点之后再接飞翔角 克里斯都防住了 哎,划铲,飞翔角压 闪到背后再偷下盘 克里斯,反身为再来一个重陪你像 哦,双方速度都是非常之快啊 好的,欢迎波CD 看谁能抓到最后一波机会吧 谁都没有抓到一个大的伤害 但是都是硬钢 硬钢派的啊,武斗派 没有任何这个退收的迹象 都是在不断的进攻 其实这样火药罗士卒看着才精彩啊 接着来看下一局的 好,下一局 接上一臂 我们来看这次双方 又是随机到了谁啊 这次茂仔 哇,茂仔这次运气超好的 随机出来一个微谱 这是他的阻力啊 勾腿不防 看到说茂仔要开启一波两连胜了吧 这局 好,下方攻击退个波 但是愤怒也是不弱的 他这个阻力 好,抓一下 拉尔夫有一波投进 但是在这个里面没有 激泡拳 没有这个蛮牛状开 bc啊 现在反而被对手登了一波抄比赛 登三人的腿啊 勾腿 好,勾腿 来了 哎呀,没有开起来 bc 可惜了啊 但是还是有机会赢的拉尔夫 哇 一不小心中了个波啊 剩下时间压到这个路上 好吧 看下一局了 下一局滑铲 K K是有什么稍操作吗 开场还是被跳了一个cd 两点三点 下盘攻击 听拳 逃 好,可以发动压制了 中段伤害没有打中 可以再反过来再偷下段伤害 直接打中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来看帽仔的草屁金出售 草屁 好 一好机会 重拳bc 但是没有连起来 可以反射位 想偷上一手 但是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啊 其实该被打上天了 稍微发大射体 之后起身猜招 哇,对手生了轰大招 也没有轰到 几次好机会都被 愤怒白白的浪费掉了 但是愤怒还在的不断压制 哎呀 帽仔但是也有点小小的失误 再轰一下 这次轰准了 紧身火球 草屁金现在还是需要一个机会啊 双方都是放火大队的队员 中腿两点 好 下方来下方看就是偷不到 然后会不会 哇,想想打腻吗 但是打腻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好的,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帽仔最后一个角色了也是 终局战 维普 对离草 来看愤怒 直接抓上一手 好 反手气助感上天 其实帽仔现在是不慌的 因为他这个主力即便是剩一点血 他都不慌 但好像这次情况不是太好 哎,小蜡蜡也打了一下 草亭应防空一下 对手一点血 草亭现在只要稳住心态不浪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一不小心被破防 中个大招就要凉 大家喜欢来一波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的视频